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先把空军的弟兄 空军的战斗机开到钓鱼台的领空 从此不准日本人在我们钓鱼台领空耀武扬威 请你说到做到 再来我们继续看这个新闻 蔡总统说什么呢 他说他现在是三军的统帅 国军的荣入就是我的荣入 讲得真好 而且他还承诺说要提升军人的尊严 讲得实在太好了 问题是这几年了 谁在攻击国军 谁在重伤国军 谁在那边不断的侮辱职业军人的尊严 不就是你蔡英文吗 你蔡英文跑去什么 2013 0803万人凯盗宋仲秋大会 还挂一个什么叫国防部的布条 什么叫国防部 意思就是说你国防部黑箱作业 用这个一块布啊 遮盖了所有的真相 大家都不知道真相 谁在攻击国军 就你蔡英文啊 你蔡英文当初参加这个纪念红仲秋大会 就是代表大家攻击这个军人 攻击国防部 你看看 当时跟你同场的还有哪些人 他写什么 塞你娘国防部 就是在痛骂这国防部 痛骂军人啊 你就跟他们站在一起啊 你是跟他们一伙的啊 就是说从头到尾 到处在羞辱军人尊严 伤害国军尊严的 就是你民进党 就是你蔡英文 你们自己作恶多端 然后今天的夺权成功了 才在讲说什么样 维护军人尊严 什么维护这个国防的安全啊 我是三军统帅 狗屎全部都是鬼扯 一切都是为了夺权而已 我看不起你们这些人 不要脸 可恶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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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